現在我們就講地熱 接下來我們就講地熱 所謂地熱 今天的目的地熱 地熱是什麼呢 地熱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知道地球內部是熱的 那裡面是熱 外面是冷 所以熱一定往外散出來 所以那就裡面熱 外面冷 外面比較涼 裡面比較熱 那就有一個低溫梯度 所以熱就從裡面 從熱往裡面擴散出來 那臺灣地區的話 右邊這個圖是臺灣地表的 地熱溫度分佈圖 地溫梯度分佈圖 那這個怎麼做的呢 所以有些地溫分佈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專頸去探看實際量測 也可以用一些那個 地球科學的方法 地球化學的方法去做一些 探測之後去轉換 所以我們臺灣發現到說 我們臺灣地熱分佈的話 大概就是紅色的地區 是比較低的地表 就地溫度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有地熱potential比較大的地方 大概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個大通火山群 那火山群因為火山嘛 所以相對講那個 現有熱市比較多 那其他地區的話 因為臺灣火山的 就大通火山區跟 衛山島有火山以外 其他地區其實都不是那個 火山型的地熱 是因為 構造型的地熱 或是因為 變質鹽裡面有一些殘餘的熱 那持續的釋放出來 造成 殘存的地熱 就宜蘭地區 南投地區 花東地區 還有 就是花東地區也有 那花東地區也算是 還算 量還蠻大的 那 地熱形成我剛剛講就是因為 最主要是因為地底下有熱 那熱因為擴散中間的話 他就 激到表層的時候 有一些 地層的分佈狀況之下可以 蓄積一些儲存在地底下 那 透過探看就可以把熱取出來 運用 那 地熱的應用當然有很多種 那有時候會 當然有溫泉 洗溫泉大家很清楚 還有地熱棒 就是說 可以用地熱 放一些地熱出來可以做一些應用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熱發電 那我們台灣比較 比較知道就是 有個溫泉 可以來什麼 煮蛋啊什麼的東西 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的概念在停留在這個階段 那上地熱應用不只這些東西 我們看看 全世界有各種不同的地熱應用 所以有各種的發電以外也可以來 烘這個東西 可以用來做一些乾燥用 還有很多方面的應用 那其中 在地熱比較具體的開發來講 有些應用是現在大家蠻普遍 比如說像 在北歐啊 歐洲那種韓代國家 那事實上他們用很多的地熱 不像我們一想就想到說 我們的地熱一定要在發電 中華一定要 一個那種 新年一定要發電 這才是真的地熱應用 事實上他很多是 用熱來把熱的Pump 把那個熱循環出來以後 對那個房子的加熱來應用 真的蠻多的 那由於台灣因為在比較熱的地方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 房子的那個 Hitting的那種量並不太多 所以我們這邊並不太注重 這方面的應用 那這樣的應用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說這樣把地熱拿出來 馬上就可以應用 那也不需要轉換 轉換熱能量要有些損失什麼東西 那其他的像冰島 他們地熱 像地熱除了說拿來發電以外 後續還是很多可以 連成一系列的 的電影用 那台灣現在比較 台灣比較多 我們除了地熱發完電以後 那個微水的 可以做一些觀光的使用 可以一些什麼 其他使用 所以我想 這個是可能 很多地方政府對這方面可能 反而比較有興趣 對地熱本身發生本身 並沒有 真正的那樣 那樣興趣 但是中央政府 我們政府本身對那個地熱 對地熱的開發的要求 事實上對地熱發電 是認為是很重要的這個項目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講法 就是說 因為地底下有熱嘛 熱一定往外散 那所以說 溫室效應 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熱號的應用的話 事實上可以減少一些溫室 溫室氣體的發生好 那也可以減少 然後對 對大家那個 空氣還有那個環境裡面的熱的一些效應 降低效應 那地熱是因為地球內部上升很多的放熱性物質 所以它等於是 一直產生熱能一直持續的產生出來 當然最後可能會燒完 但燒完可能不是我們這個 我們一代人可以看得到 所以那個地熱應用是可以 可以認為很持續的應用 可以長時間的應用 大概都不會 不會說用完就沒有了 那種感覺 所以 可以持續的應用 所以我們開發可以把這個當成一個 永續的那個熱能從地下發出來 我們如果把熱能拿來應用的話 就是用地熱的應用的概念 我們將會做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半之下 我們就終於那裡 我們要看成的